大家好,前面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了四川天赋新区和新农湖这边的一些状况 有粉丝就在跟我留言说想了解一下新农湖这边的房价 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这边的大环境的话,可以到我的主页里面去看前面的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农湖这边的房价状况 新农湖周边有许多重大产业招商项目已经落地 但配件的多个居住区属于内部房源 公开对外销售的住宅很少 早在2015年的5月,新农湖旁边的北新院有部分房源对外公开销售 当时的单价就只有5000多块钱,很快就被抢空了 相比于目前,新农湖周边70年产权的二手房住宅 2万多3万多的单价,可能有人会说太便宜了 要是我知道我也会买,但是就算当时知道,可能也不会买 因为2015年的5月,新农湖才刚刚叙水不久 湖岸还是一片黄土 地铁1号线的37也还没有通车 再加上城南在2016年的6月才逐渐开始启动 目前这边70年产权的住宅,新盘很少 有的也先购 需要有从都一圈城的购房资格才买得到 不限购的有一些公寓,写字楼和商铺 现在我就来看一下新农湖这边的房子是怎么卖的 刚刚从他们这里了解了一下,这个楼盘目前的住宅已经卖完了 去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价格在11000到13000左右 今年这个附近的二手房的价格已经在3万左右了 目前他们这里还有这一排商铺 另外还有就是这边这一栋的这一排商铺 这边这一排商铺的面积从60多个平方到300个平方不等 单价的话也是3万多块钱 下面这是一个三层楼的独栋商业 浅红色这一块区域的是一楼 面积有2000多个平方 灰色这一块区域是三楼 蓝色这一块区域是二楼 二楼和三楼加起来有2000多个平方 现在这个三层的独栋商业是县房 这个是另外一边的商业货行图 在瘦的也是60多个平方到300个平方左右不等 单价呢也是在3万多左右 在转角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独栋 这个三层的独栋加起来的面积也是有2000个平方左右 听他们这里的人说 这个独栋的商业要等天赋新区管委会的统一规划好了之后 才能确定怎么卖 在天赋公园前黄市那边也有一些县房 而且那块区域相对来说要陈述一些 下次我就到天赋公园前黄市那一片去看一下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